立法院江副院長大會主席 我們各位練習官員 主席有請行政院我們 左院長 請左院長 左院長 委員好 院長好 左院長 現在因為受到極端氣候 不只是颱風 包括我們全台各地經常性的突發性豪雨 瞬間雨量都會造成淹水釀災 尤其是本席的選區在台中的海線 旁邊緊鄰的就是台中市盆地 台中盆地的大陸山台地 如果剛好遇到海水漲潮 淹水會造成的災損通常都是非常嚴重的 不能每一次都期待中央山脈來守護台灣 今天質詢我要跟院長就教 台中南山節水溝計畫第三期的可能性 希望院長能夠支持 本席在這邊要先感謝中央跟市府過去共同的努力 讓藍山節水溝一期二期能夠順利的完工 大渡山西路沿著海線地區因為地勢低洼 排水不易 過去曾經嚴重的淹水 在中央跟地方政府的通力合作下 一期二期的工程總長度6.5公里 那經費分別是26億跟24億 那現今主要河道已經完成 中央補助的部分 第一期補助21億 那第二期補助14億 但是工程不能虎頭蛇尾 因為藍山節水溝它的完整性 是足以影響整個台中市一個中部地區的出海口 海線淹水市區必定會淹大水 排水系統做得好 絕對是防災的第一基礎 那尤其我們10月2號、3號、4號 經歷了三朵颱風的一個嚴重的肆虐 那我想藍山節水溝第三期工程 在上游部分要開闢北四溪及竹林北溪段 總整治的長度2.9公里 那初估經費需要達65億 那現在剛好是迅期 每年的5月到11月 這7個月的時間 是台灣雨量最豐沛的時候 加上梅雨、颱風季節 所以本期在這邊要請教院長 針對這個第三期工程65億 包括土地、土增費 還有這個地上路的補償費 就高達近30億 所以要請院長是不是能夠協助 用特別補助款來協助 那請水利署這邊也多分攤一些經費 院長 首先謝謝委員剛剛說明 在去年完成的第1、2期 已經有效改善降低的淹水的風險 那第三期現在工程 還在進行延商當中 但是裡面遭受到一些阻力跟障礙 這個部長非常清楚 我請部長來說 什麼主力 報告委員 第三期的工程 因為這個山坡地是比較高 高層的因素 所以這個需要比較深挖 這個要設計用香含的方式 剛好經過民房的下方 所以遭到這個地方強烈的抗議 我們已經請台中市政府 持續的評估 執行效益 或者替代方案 所以現在應該不是委員 你指教的這個預算的問題 而是那個通過的問題 不是這個路線 已經經過無數次的討論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上游是在煞路地區 從這個清泉崗機場 一直銜接到這個中火 所以這個部分 需要經過的沿線 這些居民 我們也經過多次的協商 還有這個公開說明會 公聽會等等 那現在居民 反倒是我們現在我們的市民 認為說如果第三期工程 沒有加速進行 未來遭受到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天災或者是強降雨 可能會造成整個海線地區的大淹水 所以這個部分 剛好跟部長你提到的 跟院長講的有點相反 現在是居民很積極的 在等候說我們中央來伸出援手 因為對台中市來講 這個預算的規模 台中市沒有辦法 現在確實是遭受到很大 希望說中央 尤其院長 你們能夠提出 伸出援手 讓協助台中 能夠把我們海線的這個 製水防洪 最重要的南山節水溝 來把它完成 院長你不願意 經濟部將持續的 跟台中市政府 來討論 那怎麼樣來合作 那麼下一個階段 這個製水的計畫 那麼因為您剛才所講的 這個急迫性 這麼高 所以我們會按照優先順序 趕快來 優先順序是 優先順序這個是排列在 在第幾名 你可不告訴我 我們會跟台主室 code會談 整個出來口 怎麼樣妳來進行 這有 Infrast Richt commonly 我想整個大陸山 大陸山、西路 所有的這些 要防止這些山洪犯 都要倚靠南山節水溝 那現在一期二期完成了 應該不是預算的問題 而是那個路線的問題 要不要改 我在地人我最清楚 在地我最清楚 台東市政府OK之後都沒問題 我們就照做了 這個無論是一般的公共建設 或是計畫型補助跟地方的 地方政府都要很積極的提出需求 跟它整個的規劃 才能到部裡面 院裡面來 部裡面來做進一步的審核 所以地方政府一定要積極負起這樣的責任 現在市政府不敢提為什麼 因為這是預算的問題 沒有中央的協助 確實它一己之力是沒有辦法完成的 所以說在這邊 他也告訴我們 希望我們在中央能夠協助 我們跟江副院長 我們跟中部地區的各位立委 也都全力的要來要求說 希望院長願意用特別補助款 來協助台中市把防洪治水的 主要的河道 主要的南山解水 把它完成 請院長你在這邊答應我好不好 部裡面也要看地方提出來的 計畫是不是完整需求 是不是急迫 那是不是要積極來處理 一定有這個計畫 我們才能再做 不是說這裡答應 你答應要全力協助 如果說這個地方的需求強烈而急迫 受害的是全民 而且這個計畫 能夠跟中央做很妥善合理的溝通 我們讓它形成一個可行的計畫 那站在地方中央合理的這個計畫 每一次封災過後 災害過後 我們總是看見 政府把大筆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救助的這些 這些預算都往南部 或者是其他受傷的地方 那我們中部地區是望美之可 我們希望說真的要做預先的防範更加重要 我們不是在比較 我們只是希望說 你把原來的預先的這些製水防禦把它做好 那它未來就可能免於遭受到這樣的一個危害 所以在這邊提出說 那這樣子的預算對我們行政院來講 不是一個太大的困難 所以我們明年編了551億 裡面很多是系統性的製水工程的這個預算 當然啦 因為我們區域很多的系統製水都要做 如果通過之後 我們就能照計畫的優先順序 跟它的緊迫性 我們這主意來編 跟委報絕對沒有地域的分別 也不會特別照顧哪些地方 全國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是為我們台中市民請命 因為整個台中市的一個出海口 那如果說造成日後 我們是位於這個防範於未來 不希望它發生一個重大的危害 院長 我們的目的是一樣的 對對對 好 那我想再請教院長 部長 你們有沒有聽過北風與太陽的故事 一手一眼 是穿外套的事情 小學三年級的這個國語課本裡面 他的故事的內容就是說 北風跟太陽 他們兩個 就是說要進行一場比賽 決定誰的能力比較強 那北風就開始 對這些路上的行人 就是他們的比賽就是說 要把行人的外套大衣把他吹掉 把他拿掉 但是北風呢 他就用他強勁的這個北風來 這個 他越用力吹 但是路上的行人就是把衣服 越拉得更緊 因為越冷嘛 就穿得更緊 但是反觀太陽 他用他溫暖的陽光 照射在人民的身上 那陽光越是越強烈 他越覺得炎熱 反倒是這樣子 他把外套給脫掉 那這個故事 就是說 要告訴我們就是說 與其全力的控制對方 不如放手 讓對方心悅沉浮 讓他心悅河 所以說 當然因為現在錯誤的政策 那就像北風跟太陽一樣 你過度的吹捧 這種太陽能光電 還有這個風電 那極力的去排斥 這個綠電 同樣是綠電的核能發電 本習認為 這兩個故事很像 越加的干預 就會造成更多的問題 那我想經濟部長 郭部長你也提過 就是說 核能是乾淨的能源 那世界各國也公認 核電是綠電 那台灣缺電是不爭的事實 尤其缺綠電 對不對 剛剛你也提到 台灣缺的是綠電 那所以 本習今天 要跟 院長跟部長 來討論 就是說 我們離岸風電目前的問題 台灣的西 就是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是一個非常好的風場 但是離岸風電 卻改變了整個漁場 那 請教院長 你知道 全台灣最大的離岸風機基地在哪裡嗎 離岸風機在彰化台中 對 台中還是彰化 我想沿海地區彰兵 這個都很 風場是在彰化 沒有錯 台中彰化 但是這個風機的基地是在台中港 在台中港 所以報告委員 我們不認識 我們發展綠能 北風跟太陽都需要 都需要 風吹動這個風機 太陽照亮這個電板 所以都需要 對嘛 所以我們什麼電都要 尤其是綠電 對不對 那核電也是綠電 我跟這個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現在要求綠電最大的 是美國的這個Microsoft Microsoft 它不同意這個核電式綠電 它只認為它是一個乾淨的能源 所以我們現在因為出口很多的公司 它是給Microsoft的這個市場 所以這一點我們現在全力在發展 你現在台灣的綠電 是不是2025、2026都已經被台西電買掉了 對不對 其他的護國大三也買不到這樣子的綠電 我們現在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就是趕快讓這個太陽能光電跟風力 還有小水力發電 讓它趕快上來 上來的時候 所以我們希望到2030年能夠滿足這個30%是綠電 這樣子的一個市場需求 所以我認為這個目前 我們先把這個綠電的這個問題先解決 然後馬上解決這個碳 因為2050年也破在媒介 所以我們要解決這個零碳 所以剛才您所指導的 這個我們都會放在這個思考的這個範疇之內 部長媒體報導 就說9月23號約見這個開發商 那釋出只要如其並往 國產化可鬆綁的訊息 那被業者稱為923之亂 那部長在9月11號回應這個國產化限制已經八年差不多了 那會朝開放的方向來進行 所以現在這些場 尤其是CIP總裁他說 台灣GDP是被許多富國大山傳產資產產業撐起 都需要大宗綠電 但是2025、2026的綠電都賣給了台積電 台灣不缺電但缺綠電 那更媒體也說 風電國產化還能走下去嗎 那針對這一些批評跟這一些 我想要請教齁 他們都自函給經濟部陳情 認為說這個溯其既往的變更 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那我現在給你時間不多啦 那可不可以稍微講一下 解釋一下部長 是報告委員 這個信賴保護原則 就是政府一貫施政的基本原則 我不是要問這個 我要問說你要如何去因應後續 因為我現在的目的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到2028年是不會缺綠電 所以過去delay的這個風電 我要讓它speed up 讓它快速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是幫助這個國產的公司 告訴他們 你有沒有什麼需要經濟部協助的 讓它可以成本降低的 那麼可以滿足這些開發商 在這個時間裡面能夠同時能夠掛網 所以我想這個剛開始 這個三支一的這些廠商 他們擔心說這個國產化取消 沒有取消 它我們是幫助他們能夠降低成本 我們希望讓風電的成本 能夠繼續往下降 不要說這個風電這麼高 那我想這個其他的這個開發商 他說你這樣這個可能這個投資者不願意 我們沒有那個意思 我們是幫助國產化的公司 讓它具有世界競爭力 你片面片面輕易的鬆綁已經公告的政策 然後呢 對於相信政府而陸續投入 數十億上百億的這些國內的廠商 齁 情何以堪啊 那是不是 我們現在沒有說 八年前的 離岸封建的這個政策是否不再延續 不是 所以要你說清楚是這個部分 委員 我在這裡跟你報告 就是說三支一 我們就是維持 什麼樣的規範 什麼樣的契約 就是按照契約造走 三支一就這樣 三支二 通案還是按照規範 那如果他有需要我們協助的 我們來幫助他 來解決他的問題 我們並沒有說這個地方開放國產化 因為 只有三支三 我們講說這個會朝 國產化開放的這個方向 所以這邊要強調了 要強調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一點 公開透明 好 好 謝謝原委員 剛剛原委員提到 關於台中四南山解水溝的這一部分 他的意思應該是 台中市政委一定會提出計畫 到時候請行政院能夠優先協助 好 謝謝原委員 謝謝卓院長